云南的大象自中国建国开始第一次向北迁移 一群像的迁移路吸引了全国人的目光 不知道大象习性的人可能不知道像群像被迁移意味着什么 这是瑞兆中的瑞兆 意味着大陆国家的盛世即将到来 大象是一种喜闻动物 只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 而且食量巨大 所以必须在湿润多雨 只被繁茂的地方生存 因此大象适合生活在赤岛区域 亚洲大陆最适合大象生存的国家是印度 而中国只有云南南部的少数地方能让大象生存 如果大象擅自向北迁移 一旦冬季到来之前回不去 那么就会冻死同时饿死 数百年来甚至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 离开云南南部大象活不成 这是一个常识 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采取独路的方式 慢慢的又把大象引导回 西双版纳栖息地冷 但很久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大象曾经遍布中国 甚至河南这样的压热呆加湿润 完全不着边的地方 都有大量的象律生存 河南的古城是玉 一个人拿着长矛牵着大象的文字组合 这表示河南曾经有大量的大象 在上古时代 河南曾经是全中国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也适合农耕 被称之为中原地区 当了中国数千年的核心 中国八大古都 一半都在河南 分别是洛阳 开封 安阳 中州 在河南安阳市 我们发现了殷墟固执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大量 关于大象曾经在殷商时期的河南存在的证据 其中三件属于过宝纪文物 比如说商代雕刻的玉像 比如说商代雕刻的夏牙酒杯 比如说在殷墟祭祀坑里发现了大象遗骨 而在吕氏春秋古乐中 曾明确记载 商人浮象 文悦于东夷 若公逐于诗区之 治于江南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商朝甚至还训练出了 一只规模庞大的象军 最后被周五王击败 一路驱赶到江南 大象军团最后参与了保卫商朝首都之战 你说河南有没有大象 这是大象最后一次在河南露面 很快大象就在河南绝集了 这王朝也想饲养大象 可惜养不活 慢慢的大象就全部消失了 老人口口相传 大象很厉害 但后代就是见不到大象 慢慢的 中国人发明了小象一次 大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你自己去想吧 为什么大象都消失了 因为在商朝末年 全球气温骤降 生生的把河南的气温 从亚热带给降成了温带 投入降雨量大幅减少 大象在这样的河南根本就无法生存 商之王被灭过 不仅仅是他自身昏贵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 全国粮食大幅减产 国内矛盾冲突尖锐 所以大乱必因爆发 1972年 诸葛珍老先生发表了一篇 中国近5000年来 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重磅论文 指出中国5000年历史气候 可以分为四次暖气和四次寒冷气 仅仅在织网上 最有2800篇论文 是引用诸老先生的这篇论文所写 可谓是学术纪的奠基之作 关于中国气候变迁的证据非常之多 简单列几个给大家看一看 公元前903年 诸相王七年 实际记载 丽王生 东大雨宝 牛妈寺 江汉巨洞 江汉巨洞啊 长江和汉江全部都结冰了 长江被冻封的景象 你能想象吗 这一年周立王出生 倒霉的周立王接管周王朝没几年 古人终于扛不住了 吃不上饭 开始到处叛乱 周王朝自次从盛转衰 最后中国的气温几节下降 到了周游王那一带 周朝的底缘终于耗尽了 春秋战国时代到来 而在春秋战国时代 秦汉盛世里 中国来到了暖朝 气温大幅攀升 据左转 七路地区可以年两树 山东是什么地方 那是黄河入海口 从长江被冰封 到黄河冬季都不结冰了 你自己体会一下 这温差有多大 等到了北宋 太宗游戏二年以后 淮河流域 长江 太湖 又全部结冰了 冰层厚度 甚至可通车马 还有一些寒气的证据 比如说1816年 中国嘉庆21年 就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无夏年 那一年 北京六月飞雪 七月霜冻 八月就入冬 和被冤枉的小白菜没啥关系 纯粹是因为当时处于寒气 明晴时期 海南的穷山总共下过三次雪 历史均有记载 分别是明朝万里 清朝康熙和光绪年间 现在广州飘个雪花 都全国轰动了 海南下雪 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温度吗 至于其他的史料 也有很多 比如说 《燕子春秋》中说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止 意思是菊子树 没有办法才淮北结果 但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著作 南都附中 曾明确写有乡城邓菊的字样 证明在汉朝 河南可以种植橘子和橙子 而河南比淮北还要北 燕子和张衡都没有错 只不过一个是在描述西州末年 一个是在描述秦汉盛世 实际上要是燕子多活几代人 到了春秋中期 他就能看到淮北的橘子树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气温已经上来了 从超大周期上 我们现在都处于大兵器时代 人类的本质是兵器生物 恐龙的那个年代 地球是没有良极的 比现在要温暖的多 但是在这个大周期之下 也分很多中周期 温度都是在上下波动的 甚至每一个小周期 都会引发王朝的灭亡 相关性非常之高 只有清朝这一个例外 在气温暴跌后 还熬了几十年没死 但细究下来 太平天国当时 已经基本把清朝主力消灭殆尽了 后来是在西方洋江队的帮助下 外加海关关税暴增的背景下 清朝才勉强续命的 如果不考虑外力干涉 太平天国那一波 清朝是扛不过去的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 研究温度和历史的关系之后 我们会发现 国家完蛋不一定是因为气温下降 但气温下降一定会导致国家完蛋 从图上看 上下5000年中国的气温波动 也就是在正儿到负儿之间 极限高温和低温差距 不超过4摄氏度 最近1000年的气温上下波动 不超过1摄氏度 那么点气温波动 能引发王朝灭亡 地球是一个水球 表面有大量的水分 水不仅是生命之源 补一种万物 而且比热熔非常巨大 吸热能力很强大 温度升高时 海洋会吸收大量的热 温度下降时 海洋会释放大量的热 因为海洋的存在 地球的温差才会如此之小 变得适宜人类生存 不至于白天零上50度 晚上零下50度 全球平均气温降低一度的意思 是全球的海洋 已经释放出了极其巨大的能量后 地球依然无可奈何的整体降低了一度 沿海的人类也许没什么感觉 但是在远离海洋的内陆 带来的结果 可能就是最低温降低了十几度那么恐怖 同时气温降低时 全球的水蒸气大幅减少 带来的降雨活动也大幅减少 而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 年平均气温下降以摄氏度 那么中国的年均水量 平均要下降100毫米 而且越向北 降雨量下跌了越多 在南方地区 降雨量每少100毫米 粮食产量就会降低10% 而到了北方 这100毫米降雨量就更关键了 我们都知道 400毫米降雨线是农耕的生死线 只有降雨量大于400毫米才能农耕 但实际上哪怕是放牧 也需要300毫米以上降雨量 低于300毫米 就被称之为极端干旱 牧草一旦被啃食就很难恢复 所以这样的地方一般被称之为荒漠或者沙漠 低于200毫米 则直接被称之为死亡沙漠 年平均气温下降一摄氏度 大概相当于长城的范围 要向南足足移动400里 那么一大片国度都不再适合农耕了 同时有牧民族也必须向南移动400里 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 秦汉时期修建的古长城 和明清时修建的长城 地理位置偏差如此之远 原因就是当时的气温不一样 农工民族的粮食产量大幅减少 人口不变 因此极易爆发内乱 大量的农民起义 鼓励严重衰弱 而此时 有牧民族可用来放牧的土地 也大幅减少 人口也不变 恶劣的生存环境 或使有牧民族必须频繁南下 和中原王朝爆发激烈战斗 有些中原王朝干掉了农民起义军 但是被草原民族干掉了 有些中原王朝干掉了草原民族 但是被农民起义兵干掉了 中原王朝的命运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必死无疑 能熬过气温暴跌坠节的 历史上只有清朝 还是借了外力的帮助 同样 当气温上升的时候 将雨线大幅向北移动 回用来农耕的土地大幅扩大 中原王朝一律出于盛世 夏商时代是被古人念到几千年的梦幻盛世 具体咋样咱们也不清楚 太久远了 资料甚少 那个时候 也不是大一腾王朝 就是个大部落 但西周末年气温大降 礼崩越化的时候 大量中国精英特别怀念夏商时代 而中原王朝最著名的两大盛世 秦汉盛世和隋唐盛世 则全部处于气温明显升高的周期之内 而第四次气温大上升期 就是现在 今天的中国所在的位置 我们的气温正在急剧上升中 气温升高有什么好处 最大的好处就是 降雨线大幅向北移动 最近几十年 中国一直在治理沙漠 植树造林容易 但你想治理沙漠可真不容易 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水 没有足够的水源 你就算植树造林了 也很快就会哭死 而有了足够的水源 沙漠自己就会绿 只有在水源刚刚达到 植物生死线的地带 植树造林外加严厉保护才有用 沐宝素沙漠在上一轮暖期 也就是一千年前的唐朝时期 是水草丰沫之地 牛羊成群 在这片沙漠里 专家们出土了各种遗志 证明了这里曾经的繁华 据专家估计 唐朝时期 毛巫素沙漠的年降水量 可达到600毫米以上 和今天的河南差不多 非常适合种植 但最近的一千年 中国始终处于冷漆 毛巫素沙漠的降雨量暴跌 跌到了牧草的生死线附近 因为水很少 所以这里都是沙漠 但因为还有点水 所以这里还有重活植被的可能性 因此 国家选择了治理毛巫素沙漠 并对所有植被严加保护 希望遏制北京的封杀 本来吧 工作人员在辛辛苦苦的治理毛巫素沙漠 千难万难才恢复一点点植被 但最近20年 毛巫素沙漠的植被 一种惊呼狂暴的速度 在疯狂恢复 靠南端的一部分 已经快成为真正的森林了 2003年 毛巫素沙漠 塔根巴拉地区的景观是这样的 2018年 头一个地方 野草都长到人的腰这么高了 整个毛巫素沙漠 如今已经快消失了 除此之外 在黑龙江等地 专家观察到了肉质库宜林 这种不应该出现在 东北的不耐寒植物 如今已经大面积出现 曾经在夏天 连风扇都不用的黑龙江地区 今年夏天被热得要强够空调 而在2020年 800毫米浇雨线 首次强行翻越了青岭 导致严重干涡的 陕北干肃浇雨量明显增多 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大量的积水湖泊重新出现 疫情的绿洲开始大面积恢复 在黄湖的上游 植被也开始大面积恢复 专家甚至在核桃地区 发现了兰花 但那是以前已经荒凉快一千年了 如今这里的水草大量恢复 甚至开始涨兰花了 也许汉唐时期 那鼎鼎有名的核桃平原 能让我们这代的中国人重新目睹 西温和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西藏地区曾经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王朝叫吐� 连唐朝都送了一位公主去和亲 但建国之后 在中央大力的复制下 西藏的人口恢复了70年 如今也就300万人 干旱寒冷的西藏 根本不太适合人类生存 为什么当初能出现吐蕃王朝 你在细究点历史 会发现吐蕃这个词和唐朝 是始终绑在一起的 当朝消灭后 吐蕃也消灭了 整个西藏已经一千多年 没有出现过任何王朝了 因为唐朝末年 整个中国的气温 骤降三摄氏度以上 骤降三摄氏度以上 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 都没有出现任何王朝了 恢复到唐朝的温度 中原地区粮食产量下降 可耕种的土地减少 但还能活下去 西藏那里 王朝和人口直接就崩溃了 成为了人口及其稀少的半无人区 从王朝退化成了一个奴隶之大部落 一千多年都没有恢复元气 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吐蕃 而在新疆西域等地的大量王国 命运连吐蕃都不如 当初唐朝控制的西域 都是水草之地 农工是不行 但通过放牧养活一个小王国 还是没问题的 如今这样的小王全部都灭亡了 甚至连都城都被抛弃了 里面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 因为根本就无法生存 前一年过去 楼兰古城周围还是寸草不生 因为楼兰古国周围的湖没有了 河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曾经水草丰美的萝卜泊 成了一片戈壁滩 而在俄基纳吉的居延海过湖盆 位于丝绸之路 汉荡时期曾经有繁荣茂盛盛的大片护羊林 如今枯死千年 始终屹立不倒 从繁盛到枯萎 千年前的护羊树 默默的筑立在地上 见证了一千年的历史 而如今的中国气温重新回升 将雨带重新北移 2015年的时候 中国科学家就开始预测 全球变暖 一定会给中国北方带来更多降水 极大的改善北方环境 而2020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讨论 将雨现江北移 北方防汛怎么干 全球变暖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对风调雨顺的欧洲国家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对大陆国家 尤其是我们这种 北方干旱少雨的国家 是有天大好处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全球变暖 这本来就是地球周期的一部分 所以减排二氧化碳等议题 根本就是个违命题 特朗普曾直接说 这是个骗局 虽然特朗普很不靠谱 但在说实话方面 他算是美国最实诚的总统了 不过中国依然签署了气候协定 甚至成为了全球碳达峰的重要骑手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反大国家明显是拿碳排放量 当成卡发展中国家脖子的工具 为什么中国要同意 以前中国是坚决不同意的 但现在中国同意了 因为最近十年 中国北方出现了明显的降与增多现象 而且一年比一年加速 整个北方的植被都在以一种 令人目瞪口袋的速度在恢复 这多出来的植被 按照协议规定 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 就算是中国的 这个碳排放权是可以对外交易的 而且中国也在光复产业 实现了技术突破 市场份额也位居全球第一 出于绝对优势 光复的数量 已经多到了能拿来拼熊猫玩 这么算下来 支持欧洲搞过这个气候协定 不仅能让中国占据道德高地 甚至可以让中国 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因此中国对气候协定的态度 从反对转变成了支持 最大的底气 就是预判北方的植被 会开始持续恢复 虽然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时代 要预量增多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多 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但如今又搞出了一个碳排放权 植被可以源源不断的 给国家创造财富 这就有意思了 等于给中国送钱 中国干嘛不要 另外中国获得的好处还不止这点 将预量增多后 原本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重新适合居住 这哪怕是对工业时代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整个上古时代 中华文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 这里孕育了中华民族 也孕育了中华文化 但最近一千年 中国的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 都在长江流域 整整向南推移接近600公里 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三次大规模的衣冠难度 黄河流域的中国精英 大批前往长江流域 第一次是西晋末年 司马瑞渡江在南京建立东晋 但很快 人口的精华又回到黄河流域了 唐朝选择在黄河流域建都 第二次是唐朝安时之论 永远精英在南京定居建立南唐 很快 人口和经济中心又回到黄河流域了 第三次是北宋末年 孙高宗照够渡江 以南京为首都 以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 这一次 人口和经济中心永远的留在了长江流域 再也没有回到黄河流域 迄今已经一千多年 因为这一千年来 中国的气温始终没有回到汉唐时期的温度 北方荒凉破败 降雨稀少 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口 枯水期的黄河和小河一样宽 甚至隔三差五就要断流 这样的水流量 明显和母亲河的历史地位都要上去 唯一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以前温度高 远古时期黄河的水流量 不会弱于如今长江的水流量太多 孟子腾文公侠写道 周王乡武王 诸咒法眼 三年讨齐军 去飞连与海域而溜之 越国周五时 去虎抱犀牛而远之 天下大跃 黄句话说 商朝末年 周朝初期 大象在中国地区彻底绝技了 整个天下都找不到大象了 古人以为大象是被周五王给杀绝的 但实际上是因为气温暴降 导致的物种灭绝 汉朝时期 中国的气温强烈反弹 温度暴增 但和商朝时期相比 气温还是差了一点点 最大的证据 就是大象出现了三国时代孙权的五国领土 也就是长江流域 而没有出现在曹操所在的卫国领土 也就是皇后流域 在三国之卫书《五文士王公传》中记载 时孙权曾知巨像 太祖欲知其精重 仿之群下 贤目能出其礼 孙权送了一头大象做鹤礼 曹操身边的一群卫国精英 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大象 非常好奇 想弄清楚这东西到底多重 曹操称相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曹操为了驯养大象 还专门在夜城周边修理一个园子 被中国的专家学者景多方考证 所定为河北临璋县港村的茅象坡 但最终曹操没有养活大象 而在最近一千年的寒潮期 气温远低于汉唐时期 导致大象连长江流域都待不下去了 要缩到云南那里才能保密 2020年3月 云南的大象暴动 莫名其妙地向北迁移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 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2021年7月 河南郑州暴雨 以前的年降雨量才600毫米 如今三天就下了600毫米 庞大的降雨量 已经能和亚日带地匹媲美了 或许 云南的大象是感受到了什么 他们想回到曾经的豫州 如今的地球气候 冰川时代 这种大周期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缺乏资料还不好说 但是在一千年为单位的中周期上 地球是回暖的 在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周期上 地球也是回暖的 我们岂有可能重现汉唐时期的气温 黄河流域大量恢复植被 黄河水重新清澈 整个北方降雨量大幅增长 大量的戈壁和沙漠 并成宜居的土地 极大的促进中国农业实力和工业实力 最后 建议大家重新看一下这个图 中华大陆的四次盛世 即将临近 这种极其有利于大陆国家的气候攀升 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周期 不是任何人类有力量阻挡的 冷了一千年了 该变一变了 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古代的汉唐之危 极有可能在如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上重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汉唐之危